大家好,我是阿湯哥,湯仲偉老師 我們來看一下國立的3月18號到3月24號 十二生肖的週運事喔 首先第一組生肖,生肖數豬數兔數羊的朋友 本週的好運指數有四顆星喔 本週在工作方面表現可以說是平步輕雲 有機會再創家機喔 所以在工作上的表現要多多的去努力爭取機會 或許有一點一馬心動,讓你感覺奔波勞碌 但是這些奔波勞碌都是成就你未來事業發展最重要的根基 所以千萬不要太懶惰 也不要挑簡單的工作做喔 機會來了都要多為自己把握一下 才可以讓你更上一層囉 來看一下生肖數虎數碼還有數個的朋友 本週的好運指數有五顆星喔 這一半可以說是財路光明、財路大開 讓你淨財非常的穩健 所以如果說你本身有一些財務上的一些困難啊 甚至於危機啊 那建議你呢 在這禮拜呢 好好的去尋求一些專業或是理財的專家呢 幫助你呢 把這些財務呢做一點整合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呢 在工作上呢 有一些賺錢的機會呢 那這禮拜更是要加把勁喔 讓你呢在財運上呢 可以說是有更好的賺錢的機會跟契機 所以呢本週財神的眷顧呢 政財偏財都很有機會進帳喔 那如果有進帳的話 要記得多請客喔 好第三個呢 生肖數蛇數雞還有數年的朋友呢 本週的好運指數呢 有三顆星喔 哇這一半呢感情和和如意喔 讓你幸福洋溢充滿粉紅色的泡泡喔 所以呢如果有另外一半的朋友呢 一定要多跟另外一半 欸可以安排一些小旅行啊 讓感情互相增溫 或者是呢平常生活當中呢 一定要記得多溝通 缺乏溝通的感情呢 會讓你呢 欸越變越冷靜也會越冷淡喔 那如果呢沒有另外一半的朋友呢 這一半呢 哇熱情如火喔 多去結交星的朋友呢 會讓你呢 遇到心目中的意中人 好來看一下生肖數猴 老鼠還有龍的朋友呢 本週的好運指數呢 只有一顆星喔 這一半呢 會有這種才來才去的現象喔 呃花錢呢 有一點沒有控制預算啊 甚至花錢如流水 一定要特別的謹慎 甚至於呢 出門在外呢 東西呢 特別容易會有遺失 遭切的一種狀態 所以要記得 把你的財物呢 一定要管理好 那也要記得喔 出門在外的時候 不要慌慌張張的 尤其呢 東西忘記拿 或是手機 錢包 這種重要的東西 就會特別容易的損失喔 那這一半呢 投資一定要保守低調喔 否則呢 損失錢財 就會讓你呢 得不償失了 來看一下呢 加碼的部分 財運最好 恭喜生肖數狗的朋友 工作最順 恭喜生肖數兔的朋友 桃花最旺 恭喜生肖數牛的朋友 那本週呢 逢到3月20號呢 是一個春分的節氣喔 那春分呢 這個節氣呢 非常著重在陰陽的平衡 所以在運勢上呢 可以多喝一些養生茶 照顧自己的身體 不要熬夜啊 不要吃辛辣 都可以讓你呢 在健康帶來好的財運喔